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ES不一定是粉丝最多的战队 但肯定是LPL热度最高的队伍之一 因为TES战队有小天 阿水两位冠军选手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点小事情也会受到关注 左手本来是国产中单之光 女友事件溢出她的形象破裂了 如今TES又一位选手被挖了 她就是新队员大黄 直播期间 大黄爆出了自己的通讯号 也是邮箱号 有人搜了这个邮箱号 发现有一位某贴吧玩家曾经留过这串号 一般来说 手机号可以换给别人 但邮箱这种不会给别人 想要新的可以自己申请 大家断定那个号就属于大黄 兴趣爱好就读学校也对上了 而且这个账号还在2019年 预告了自己打职业的ID就叫Wayword 再来简单说一下网友扒出Wayword的帖子 18年骂RNG极端粉丝 然后是狗黑 喷过Uzi是洗澡狗 而且他喷RNG和Uzi是在18年世界赛开始之前 当时RNG可以说是如日中天的一个状态 等于说Wayword是在疯狂的密封输出 特别是在2018年S赛的时候 发表了一些调侃RNG与Uzi的言论 比如其中就有一句调侃Uzi在S赛关键局中不交闪现 该账号称Uzi把闪现留着S9用 当然了从言论上来看或许有些过激 但事实上在2018年RNG在S赛中落败的时候 RNG这支队伍的确引起了非常多网友们的争议 正所谓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那一年的RNG是最有机会夺得S赛冠军的一年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却爆冷输给了G同 所以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这些言论 只能够算得上是网友们的正常操作罢了 Wayword账号被扒之后 他就一跃成为了抗压巴第一上单 从抗压巴出来的LPL职业选手 当然很多LPL的职业选手 其实之前都在抗压巴待过 目前曝光的人其实不多 包括之前的Jack Love 司马老贼还有现在的Wayword等等 目前Wayword的舆论评价暂时安全 很多观众都能接受他说的这些话 也觉得很好玩 但是后面就不好说了 舆论进一步发酵之后 Wayword的这些言论可能就会成为黑点了 这个事情最好玩的地方 就在于一个普通观众到一个职业选手的转变 普通观众现在是可以随意抨击评价指责和喷选手的 但是一旦成为职业选手 身份转变后 就不可能再像之前一样说着说那 反而会成为被评价的对象 体验一下自己之前喷过的那些职业选手的感受 也就是说Wayword之前骂过别人的 未来可能会被观众加倍奉还一波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在今年拿到足够好的成绩 如果能拿下S12的世界冠军 绝对没人敢清算Wayword 但明年成绩不好 照样会被喷 确实 虽然Wayword现在已经职业选手 但发表那些言论的时候 他还小 大家也没必要上纲上线 谁年轻时候没有发表过一些口嗨言论呢 当然 Wayword本人最好还是出来到拨欠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公众人物了 还是要给粉丝和观众做好榜样 在职业赛场上 Wayword的表现是不错的 在对阵WBG的比赛中 四次单杀的Shy 蛮王月塔击杀杰斯 为比赛的胜利垫下基础 其实 小将Wayword的职业历程一路走来也不是很顺利 在成为正式队员之前 Wayword就在TES的轻训队伍里打了整整两年半 和RA的辅助预言家 以及如今V5的下路Fotik都做过队友 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Wayword一开始打的就是打野位置 仔细想想 许多厉害的上单 都跟打野位置十分的有缘 Zoom一开始走的也是打野的位置 就连TheShy 一开始去SKT视讯的时候 SKT开的也是打野的合同 看来打野跟上单之间 真的是有说不清的缘分啊 多得不说 能够在比赛中 四次单杀TheShy的招牌英雄杰斯 绝非是一句偶然就能够解释的 Wayword的实力肯定是有的 对于如今的TES来说 他们真的需要新鲜的血液和不同于以往的管理 来使自己的战队焕然一新 Wayword就是这支队伍最新的火力 目前TES在夏季赛积分榜上排名第二 有机会夺取榜首 作为LPL的其中一支拳华班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全身心投入 准备季后赛和世界赛 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 我会去挨个查看 大家如果认可我的话 点个订阅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感谢老爷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